我想今天大家最主要是要來恭喜我們 宏益大師的美術館的一個成立 宏益大師是住在台中選擇彰化 這是一種彰化人的福氣 我想這個讓我們彰化人 未來能夠更親近我們老師的一個作品 老師從1988年在我們的民道大學 民道的這個美工科畢院 1990年開始從事這個裝置藝術 到了2000年的時候 那進駐到台中這個20號倉庫 那從此就開始他的這個職業的一個歷練 那可以說這20年來收穫非常的豐碩 那可以這個變成我們銘養海內外的 這個國籍型的這個台灣藝術家 那真的很高興看到他這麼多的作品 他的作品大家要知道大概是以動物為主題 那這個造型非常的這個誇張艷麗 啊很討喜 所以呢不管是大朋友小朋友 大家看到我們宏益大師的照片 的作品都已經正向的去拍照了 那大師的作品在我們的園林演藝廳 以及草霧道啊還有這個星光三越 都看得到老師的作品 那老師的提拔這個年輕的也是不予餘力 那他希望說這裡 那除了能夠展示他的作品 也能夠為地方帶動地方的觀光產業 那我們會把老師的這個美術館 標到我們的一個這個城關處裡面的一個景點 讓這邊呢變成這個好的一個這個觀光景點 也是一個好玩家 那在這邊再次的歡迎各位的一個歷領 我看今天真的是老師說的 產觀學界通通都到 那老師也剛剛講說 希望政府部門能夠多關注藝術這個區塊 我們有聽到了 也希望在場我們有幾位官方代表 大家繼續努力一起為台灣的藝術來唱 那再一次呢公祝老師美術館這個成立 這個開展之後呢 能夠這個人潮擁擠 那我們老師的作品更加的突破自我 更加的再創高峰 那祝福大家比他快樂吉祥 謝謝囉 真的很高興看到他回到故鄉 然後設立了這個美術館 那也是我們彰化人的一個福氣 那大師本身呢在1988從明道高中美工科畢業 那到1990年開始從事這個裝置藝術的一個工作 一直到2000年到我們的台中倉庫 這個20號倉庫 那開始呢一路的這個創作藝術 那現在呢也是這個驚動這個驚動蠻高的這個 我們的這個國際級的台灣藝術家 那他的作品可以說是非常鮮豔 那以動物造型為多 但是讓大家很有想像的空間 也讓大家呢很愉悅 那像我們的這個園林演藝廳前面 以及呢台中悟道 那還有星光三越都有老師的一個作品 那很高興看到他這邊可以說物質的美輪美奎 我想未來也是會是大家來到彰化意有的一個好的景點 也期待老師呢在把更多的創作因素呢帶進來彰化 讓我們彰化的藝術能夠更加的這個飛揚 本來就是彰化人啦 但是是在靠海邊啦 然後我現在住在烏日離這裡蠻近的 那未來這裡交通非常方便 那我是希望從這個點 把我的藝術品放射到全世界 這是我的目標 這藝術的20年 然後下個20年怎麼走 我是希望從這裡開始 然後你這邊有帶要整理出些什麼樣的作品 因為我們裡面還沒開齁 現在能看到這些戶外雕塑 然後就有些作品都跟我到國外去展覽回來 就像紐約啊 華盛頓啊 所以說這個作品是從國外回來 在這裡再曝光 所以說很多雕塑作品 然後在裡面會有一些平面的還有立體 待會兒等我打開的時候 你們就可以看到藝術的 基本上20是我從20號參庫出來的 然後再來我在藝術圈20年 然後選在2020年2月21號開幕 贏到貴賓席的貴賓入座 所以說選在今天 那今天天氣非常好 老天爺有在看 那我覺得這20年的經驗 分享給我的好久 這一路走來 沒辦法 一定有辛酸史 也有快樂史 那在這裡呈現 我是希望在未來的20年 會有一個更美好的地方 還是我們再找個山口來做更大的園區 藝術園區